大家好,我是张赛 在上期视频我聊了一下三次重复局面 在没有记录期谱的时候应该怎么判 那么今天呢,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呢,上期视频我是想一个权益之计 就是如果没有记系谱 怎么样更公正,更合理的判法 那后来呢,我再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不在于我们出现这种局面应该如何判 应该呢,在于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棋手没有记录期谱 才造成了后续的这些麻烦 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 把重心放在如何让小棋手养成记录期谱的习惯 那么记录期谱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必要的 首先从技术角度考虑 对于低级别的小棋手 那么他走期比较快 如果记录期谱呢 就能延缓一下他走期的时间 可能本来不计其谱 想一秒就走了 那么计其谱呢 可能你计谱之前先想一秒 计班计谱 可能再想一秒 那这样他思考时间呢 就会有一个加长 能增加思考时间 那么对于有一定级别的棋手呢 那么记录期谱就显得更关键 因为这是你复盘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水平越高 越需要实战的检验 越需要以赛带练 所以说从技术角度来说 那么低级别和高级别 都是有必要去记录期谱的 另外呢 从裁判 从规则 从制裁的角度来看 记录期谱呢 也是非常必要啊 因为当双方有争议的时候 其谱是裁判制裁啊 应该说是唯一的依据啊 如果没有争议 那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我们再说回 这个规则的情况 那我认为啊 如果你想使用这条规则啊 你说你要遵守这条规则啊 首先呢 你自己不能违反这条规则 我们要求的是三次重复局面 它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你先要记录期谱啊 然后呢 在期谱上写下 你要走这步期来 再去找裁判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记录期谱 那么是你事先啊 没有遵守这条规则啊 你没有达到提三次重复局面 和期的条件啊 因为你没有期谱啊 所以说那我作为裁判 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放弃了这条规则呢 啊 放弃了使用这条规则的权利 那因为你没有达到啊 使用这个规则的前提 没有期谱啊 所以说呢 我们出一例啊 应该是放在怎么样 记期谱啊 而不是不记期谱 怎么办啊 应该是去要求我们的棋手啊 去遵守规则啊 而不是去要求裁判啊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裁判为什么不去看啊 裁判看见 为什么不管 作为裁判 我为什么要看啊 我看见 为什么要管啊 你没有遵守这个规则啊 然后呢 那你给我增加了工作量啊 给我的工作造成困难啊 还要对你做出有利的判法啊 那么我觉得是对裁判也是不公平的 既然你选择了不记录欺负 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啊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